好 但你来看到寿风乡的代表会 第21届第6次的定期会 那么乡镇总质询是27号来开议了 11位乡民代表提出了多项的质询议题 那么主席郑美乡就说了 代表会有监督乡公所施政之责 也希望代表会能够是以理性问证 为民众谋福利 创造良好的生活品质 以及精础建设的发展 收奉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大会 乡镇总质询议程27号开议 代表会主席致迟时表示 代表会同仁的理性问证 积极监督乡镇建设是全体乡民的福祉 本次大会总执行期间 希望代表我们允设性问证 对乡镇建设提出有利的建言 让我们的携手共同建设 更美好的受风向 现在大会开始 11位的乡民代表也提出了各项意见 对于农业灾害补助 台东农改厂花莲管理处 土地垃圾问题 东西向联络道路 部落头目文化参访活动等等的议题提出质询 其中对于东西向联络道路与部落头目文化参访活动的自备参加人员 要求相公所提出明确的名单 我发现到这个案子已经也当那么久了 我心痛了 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多少年的时间 在争取这条路 结果你们都没有动 所以我相信在所有的代表 他们也都很清楚 这个案是我们受风向最重大的一个公共工程 而且是未来让受风向有大发展的一个一条路 四天三月跑路 既然我们代表会都没有接到通知 所以起码我们三位的业助理代表也要智慧一下 我们代表会每个一对会 有要求把34个人的名单交给代表会 我现在我们手中只有20位 那还有14位呢 由于东西向联络道路是受风向多年来积极争取的重大建设 从87年提出至今 107年选择最便宜的一条 但是经过三年之后 受风向公所表示 今年再度提出 而预算需要4亿多 乡名代表马其山也要求乡公所建设客 应该携请花林县政府协助 并了解相关的进度 才不会遥遥无奇最终石沉大海 记者林杰说风向采访报道